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几年我们也看到其他有许多业者 也一起投入这样的一个相关的产业 我们透过镜头带你去看看 他们有什么新颖的设计 被日本人誉为黑钻石的竹炭 近十年在台湾人的积极研究之下 开发出许多新产品 也有越来越多业者投入竹炭产业 竞争激烈的环境下 主打养生保健的皇家竹炭 把竹领头先机 那时候我也将近五十岁了 要找一个机会要做转业 我想要好 那我们就来试试看 因为我们当初要做竹炭的时候 台湾几乎是等于零 没有竹炭这个东西 到处去请教人家什么是竹炭 要怎么去开 开这个窑也没有人知道 那既然是没有人知道 我们想这也是一个机会 既然大家都不知道 那我们来做 我们一定是带头的嘛 原本从事成衣加工的宋永健 五十岁才跨行转业 真的是重大考验 还好他有强力后盾 就是大哥宋永万 我们小时候呢 我爸爸和哥哥他们呢 我们有烧木炭的一个经验 比方说那个是木炭和竹炭的 其实看起来都是黑黑的嘛 也不过一个是木材去烧的 一个是竹子去烧的 想说我们有做过木炭的经验嘛 那我们也应当可以做竹炭这个东西了 可以把它发展起来 两兄弟合力创业 宋永健负责拓展品牌 具备炙碳经验的宋永万 则坚守窑场 师父熟练的把竹子锯成等长 较粗的竹子还需要剖成片状 经过前置作业 会先被送进烟熏室 做初步干燥 先把竹子晾干了以后 再放到我们叫的烟熏窑 烟熏窑的意思就是说 差不多这个加温层次 大概就一百多度而已 就是把这个水分把它烘干 然后再放到碳化窑里面去碳化 一般来说碳化差不多七到十天左右 从室温慢慢的去升温 升到最高温的时候 大概要八九百度 一般来说 差不多这个过程要十天左右 宋永健现在已经是一位竹炭达人 但他回顾草创时期 当时台湾没有太多相关资讯 光是建造竹炭窑就闹了个笑话 因为有机械化了嘛 请挖土鸡来挖比较快 那个挖土鸡都知道很大台 我们当初要求他 比如说做个十二尺好了 因为他这里修那里修呢 结果一做 做了十四尺 十五尺那么大 因为挖开来容易啊 你要填回去的时候就不能填 填回去就松松的啦 那就这样错就错嘛 就这样这样子 它挖多大 我们就把它做多大的窑 才会做出说 几乎是东南亚最大的一个竹炭窑 搭建出比日本标准竹炭窑大八倍的土窑 足足能烧两千公斤的竹炭 惊人的份量让原料堆满仓库消不掉 宋永健开始研究如何将竹炭商品化 果腹腰间的束腰带是皇家竹炭的明星商品 消费者回购率高达八成 除了基本附件作用 还有竹炭颗粒内含的远红外线功效加成 这个把竹炭粒逢到产品上的概念 是皇家竹炭的专利 我们早期看到日本他们的竹炭的运用 都是一片一片的 甚至他们的床垫是把很多的竹炭片放在床底下 然后上面再盖起来 冷碎在上面还是隔了一层 我觉得这样子很不方便 也不普遍 我们用车缝的一些技术 去把它如旦颗粒做成很多的产品 透过后端加工厂 把碳化的结晶缝成软垫 别看车工妈妈动作轻松 其实里头大有学问 碳它不算是我们的一般的矿石 它是一般的碳 它虽然硬度够 但是当你经过摩擦以后 它也是会产生粉尘 你要怎么样让它粉尘不会渗透出来 我们的床主 床垫也好 枕头也好 或是说我们的护具也好 护腰带也好 你要让它 使用者不会让它说产生黑黑的渗粉 这个就是比较要去克服的部分 要透气不渗粉尘 又得兼顾功效 布料必须挑选柔软棉布 内层和外层双重车缝 皇家竹炭的产品靠着车工妈妈的成熟手艺 缝出耐用又好用的竹炭商品 一项产品的好坏观察自家人用不用就知道 在皇家竹炭的加工厂间 超过三成员工都使用输腰带 也因为品质够好让宋家兄弟有信心 锁定高端消费群专攻百货市场 比较走高单价的高品质的 我们在跑 你看今天我们到市场去跑 我们划不来 我们没有这个竞争力 因为这么 我们的单价就没办法跟他们再做比较 因为我们是很要求品质的 既然是这样子 你的单价一定要高 负责行销的宋永丸 跟着两位哥哥起心经营着自家品牌 目前有三十多个经销通路 宋家兄弟一手打造的皇家竹炭 是台湾竹炭产业中市占率最高的品牌 没有想到竹炭可以应用到 这么多的一个产品 所以我们今天要好好来了解一下 这个产品竹炭这个东西 在台湾的应用 尤其在台湾比较高温 潮湿的狂状之下 他是不是有一个非常有利于行销的环境 欢迎皇家竹炭的董事长宋永健 欢迎你 谢谢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我们看到 钟小姐你好 这几年你有很多的一个新产品 真的竹炭 但是我看 因为你毕竟是先锋部队 我刚刚说了 竹炭在日本都已经流行好多年了 那在台湾 那其实刚开始推的其实也是蛮辛苦的 对 是很辛苦 很辛苦 那还常会想起那段日子吗 十几年前 忘不了的 对 你本来做成衣事业嘛 做得好好的 对 那人家说这个到了年近半百 到五十岁 然后想要转业 今天这个勇气真的很大 对 因为当初也本来考虑说 是不是要到国外去发展 因为我们那时候八十几年的时候 很多成衣大厂 或者是贸易商 把这个订单转到国外去 那贸易商 一些大厂也要求我们一起过去 那时候真的 也说年纪到了半百 如果说台湾有机会的话 那我留在自己的家乡 有可以发展 当然留在家乡 那你怎么确定自己有没有机会 而且是看到了事还不一样的 对 刚刚就是看到 日本的一篇报导 它报导 竹炭在日本蛮流行的 而且做了一些 在生活方面的用品 我想临机一动 但是木炭和竹炭 其实看起来都是黑黑的 对 那我们年轻的时候 跟我爸爸曾经烧过木炭的经验 你常常看到他烧木炭就对了 对 以前烧木炭很简单 那这个竹炭也不过是跟木炭大同小异 那以前烧的木炭就卖给人家当柴火 在烧 比如说煮菜 或者是取暖 那这样使用 那很便宜 那人家日本呢 他是把它做一些比较生活化的 也可以做除臭 甚至他们有介绍可以做成枕头 或者做一些帮助睡眠的产品 对 那附加价值比较高 我想 那我们做过木炭的人来烧这个竹炭 而且它这个附加价值那么高 那也许是一个机会 尤其台湾竹子又这么多 对 台湾竹子也那么多 早期其实我家屋子前后都是有种竹子 所以我们都对竹子很有好感 那可以把这个竹炭做成我们事业的一个第二春 也是一个机会 所以就一头再下去了 那再下去有没有刚开始很后悔 因为投入很多人力 真的是 其实后悔也来不及 那只能够说 真的是硬的头皮 走一步 进步一步 我不是说 你今天过了这一关 明天就轻松了 因为那时候台湾没有这个竹炭的东西 对 从第一个 你要做竹炭 要怎么去开这个窑 或者是要怎么去烧 选什么竹炭 那你是不是要请教日本人 还是就看书就会了 因为台湾也没什么人可以问 那时候我到处去请教人家 没有人知道 那还好 因为日本有发行的几本 有关于介绍竹炭的书 那都是日文 我们就看着那个汉字 去用猜的 这也太刻苦了吧 对 真的是这样子半猜半猜的 虽然曾经学过日文 毕竟那是专业 是 我们本来也想说请一些专家 跟日文的老师 来帮我们翻译 但是这些专业的 他们也不敢帮我们翻 他说怕误导了 那既然是这样子 人家不肯帮你翻 我愿意出血也没人要翻译 那直到硬着脱皮 自己去摸索了 凭着烧木炭的经验 还有书上看着一些 一直半解的 就这样我跟大哥 两个人就这样子 跌跌撞撞的 所以刚开始是没什么策略 跟方法 因为一般现在我们比较方便的方法 就是说到日本 直接请教竹炭的达人 然后学回来 再来开始 那您不是 也不容易 因为打个比喻 我们政府农委会 还有公园院 他们在91年 到92年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做 因为我们有921灾区过了 他们想帮助南投的灾区 做重建 他们也发现到 这个竹炭 是一个竹子的延伸产品 那竹子生在山上的时候 它有繁保的作用 它可以把这个大地的表层 做一个覆盖 就不容易发生土石流了 那如果说竹炭发展得好的话 那当然也是一个 旧大地 旧当地的一个灾区 让他们也重建了机会 他们去日本 请教当时 鸟皮鼠在日本来说 是一个大石 他也是在蛮有知名度的 当初公园院派了一个 陈文奇 陈经理 真的 所以以前三国时代 三顾茅庐 他也是一样 去了三次 曾在大学里面等着他 等了好久 等了一天一夜 后来也被感动了 才到台湾来教我们 不容易啊 真的不容易 要跟日本到日本取经 他们那个技术 不随便外流的 对 所以我们个人去问的话 你怎么去问都问不到 没人愿意教你啊 所以只好自己摸索 对 我们自己摸索 这个竹炭 它是不是烧竹炭 这个算是很搞刚的吗 我们看到有好大的 有超大的一个窑 真的是很搞刚 就算是以竹子从砍下来 烧到竹炭的成品 做出来最快的速度 三个月是最快的 如果说要稍微更讲究一点的话 到半年是很平常的 不过你们随时都有 那个窑够大 对 还好我们的窑比较够大 我们烧益窑呢 以现在来说 是我们同业的 差不多四到五倍 这个生产量 当然最早期的时候 我们第一代的窑 大概是八九倍 后来看这几年下来 也是发展出一条路 苦尽甘来 对 那产品的应用真的要靠自己 因为现在的产品 台湾这边竹炭应用 以你们家来讲 听说是比日本那边应用还广 好 我对竹炭的初步的认识 当然我们看过 就是除臭这是很重要的 然后它还会稀湿 然后还有看到这个米 竹米或是烧水 也有应用到竹炭 刚开始觉得非常不能适应 就是说这个东西除臭 怎么跟吃的东西放在一起 好像感觉上是没有办法 不太能够连结的感觉 对 无法连结 那这个东西要推广出去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文化背景吗 有时候会觉得说 好像这外来的一个应用 那要升值在我们的老百姓的心中 这一点推广不太容易 起初的时候真的是很难 就你刚刚讲的 又可以除臭 又可以放在饭里面去煮 那不是很奇怪吗 饭有饭香 对啊 其实早期日本人 他们就是这样子 它才是一个煮炭的差不多那么长 十公分左右的煮炭片 它就弄成一大袋 你买回去 也可以拿一部分来放去煮饭煮水 拿一部分来放在当鞋子 除臭 或者是用一部分放在冰箱里面 再拿一部分去泡澡 它的一包煮炭的所有的产品都在用 十一柱形统统有了 对 我是觉得说这样子好像不太对 那既然是你要煮饭了 那你就做一个煮饭的专业的包装好了 那要除测的话你就做成比较适合 比较有除测效果的产品 它的包装 这样去把它分级使用 这样子当然因为我们的炭涯比较大 我这个炭才可以卖得出去 那我们可以开个玩笑 这只是包装不一样 其实是可以互相应用的 这样子 所以有时候消费者就是一个感觉 Kimoji 认为说它这个长相应该适合用什么 所以你们就设计这样 让它可以解除心理障碍跟疑惑的 那至于那个竹炭粒 因为我们刚刚讲的是竹炭片 我看你的竹炭粒的应用越来越多 这个竹炭粒它本来在日本来讲 它们是起初应用在哪里 其实竹炭粒日本来说 它本来就比较少了 它们就是用竹炭片 打成竹炭粒的话 大部分就是当一个除臭一些东西 或者是用在农业方面 但农业方面的话 你不能那么大的大片放在发盆里面 放在菜脯底下去 是肥料吗 对 就改良土壤就对了 它们主要是用在这里 就一般的除臭这些比较普遍的 那我们的竹炭的颗粒 当然当除臭 除调丝 这是基本的 那我们就是把它做成寝具 比如说我们的竹炭的床垫 或者是枕头 这些用了以后 可以提升我们的睡眠品质 或者是我们包覆起来 做成腰带 或者是腹膝带 或者是领巾 所以在我们的腰部的一个 比如说会有一些比较不舒服的 或者是膝盖比较没有力的 用了这些腹具以后 会让你更轻松 行动比较自由 比较有力的感觉 那我们一般的 像你们的萧索小姐 要怎么来解释 这个竹炭的应用 因为你看竹炭 我说可以吸湿 但是他却可以用来泡脚 泡澡 我刚刚提到 感觉这两个概念是矛盾的 对 所以我们就是做成说 好 那我今天要放在车子里面 我这个车子的除错包 或者是比较不一样的形状的东西 这就是车用的 那要放在冰箱 我就做成冰箱有网子 因为冰箱难免会湿湿的 对 那我做一个网子 那不就不会潮湿了吗 那要做鞋子的除臭的 那我就做成不一样的东西 那就是除臭用的东西 这个可不能互相用了吧 没有人会把除臭的鞋子用了 放在冰箱里面去 虽然是说你还没包装以前 可以用同样的碳气 做成不一样的包装 当做成不一样的包装形状的时候 就没有人会拿来这样子使用了 那就照着指示来走 对 所以说在现在来的 这方面的困扰已经很少了 那我看你也有一些清洁剂 这里面 但是当然有的我们不知道说像 以你看足处液来讲 这个是吸取 因为这个跟竹炭 这个一看颜色 它所萃取的是不一样的 对 足处液的话其实它跟竹炭来说是一体两面的 为什么说呢 我们竹子去烧成竹炭以后 固体的东西碳化了就是竹炭 那烧所有的东西去点燃以后去烧的时候一定都会有烟 我们把那个烟把它冷却下来 经过一段时间的静置以后再去把它蒸溜 这就是足处液 难怪一瓶要好几百以上 对 那很多功能 其实足处液的功能真的是很多很多 是 都是一般我们在生活上在介绍的话 当然 它是除错最好的东西 不管你是说家里有养宠物的也好 或者是我们厨房 各个角落 比较有味道的 你喷了以后 它是立即分解臭味 这个它的效果很快 立即性的 甚至说我们一些人 他在登山 在野外 在活动的时候 他会带瓶足处液系 对 比如说不小心被蚊虫叮咬到了 那你临时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可以用的话 直接喷 因为它在一个杀菌方面的话是相当的好的 我们也是做了很多的测试 比如说金黄色葡萄管菌 利笼管菌 对 肺炎管菌 去做它那个杀菌效果 都是维持24个小时以上 都是99.999%的 这个杀菌效果很好 在我们生活方面也可以做成洗剂 当然洗剂的话一般就软发脚直层 比如说你用了以后 皮肤会比较细致 你看刚刚我们谈到的 就有竹炭片 有竹炭粒 有竹醋液 那光是这几个 开发出各种不同的商品 对 就是这样子的颜色 但是我们讲了很多的是应用除臭方面 所以我们在想说清洁剂 然后有包括我们看沐浴的 然后洗脸的都有 洗脸的 它的味道会是怎么样呢 足处医的味道的话 其实如果是原液的话 就是一种烟味 你点任何一个东西就会有一种烟 但是你做成产品 还保留这种味道吗 做成产品以后就比较不会了 尤其你稀释到差不多30倍到100倍以后 那个烟味就比较没有了 你稀释到上百倍以后 就会有淡淡的一个竹子的倾向 那如果说洗澡的或洗面卤的 如果说是刚刚您说那味道 可能就不够宜人 那这个时候是不是需要一些 我们就是根据一般的开发专业的商品 比如说洗面卤 那你就放一些香料 比较有味道的 有些香料 沐浴卤 洗髮精也是一样 那因为你足处医也不可能放太多 对 那相对的它足处医的味道 就会被掩盖下来 就不会有那种烟味 对 就是我们这个产品的设计 你会想这个你们开发产品 有没有互相有讨论争执 就是说照理说以它的功效的话 不应该太香 但是如果说不香的话 这个好像用起来就不太符合 我们的生活习惯 我们洗脸总要有一点宜人的味道 所以我们现在不断地改变 我们的消费习惯 对啊 那所以您会怎么设计这个商品 该是什么样的味道最适合 当然 这也是很多消费者会给我们提供一些的意见 当然 说一句跟直接了当的 我们也会参考市面上一般的商品 大家比较普遍的 大家适合哪一个方向 当然也有比较一些客人 他要求说无香味的 不要有特别的 大概都是多大的年纪的年龄 比较上年纪他不想要太多香精的味道 对 那我们也会试着 既有部分的产品去降低这些香味的 比较保持比较天然的味道的 你们也分原味跟 对 也有 添加的这种吗 对 当然就是说 就你说的 每一个消费者 他的一个需求 他们的想法不太一样 是不是你们锁定的课程 本来就是比较中高年纪的 真的 是中高年纪成三十岁以上的 比较多了 那还是蛮年轻的 对 三十以上 大半都是 这三十以上很多上班族 对 因为像一些内着的东西 衣裤 是 衣裤 你们这几年也占很大的一个比例 对 像我们的女生男生都好 穿了一些内衣裤 因为 几乎这就没有年龄的问题了 确确实是你穿起来就是舒服 一些的汗臭味 这些的也是自然而然的 就没有这些困扰 对 而且我们看到说 发热还有凉感 这个凉感 我觉得竹炭这商品 在你们的 对 商品很多是很冲突的地方 对 这个应该要怎么来解说呢 当然 一般来说 过去我们自己也曾经 就你说的 这个是冲突的东西 大家对竹炭来说 尤其在冬天的时候 都想到要保暖 就买竹炭的东西 竹炭保暖效果 大家就知道 那夏天怎么办呢 我想想不对 为什么冬天可以保暖 当然它可以续热 保温 因为我们冬天的时候 衣服穿得比较多 外面都会有一些外套 当然把这个竹炭的衣服 把它 在中间 它会把这个热度保持住 续热 让我们的体温升 会升高 会觉得温暖的效果 那其实竹炭呢 它本身是很透气的东西 夏天谁会穿外套呢 不会吧 顶多就穿一件内衣 外面一件衣服 但是那么薄的时候 它会散热的很快 它稀释排汗 它就没有闷热的问题 当然我们也配合了一些 做一个凉感的材料 像我们最近 也添加了一些用天丝 天丝到都知道 它可以比较 触感也比较柔 对 而且它可以调节一些温度 是 我们看到画面这个 就是凉背对不对 对 是不是 刷毛的凉毯 凉毯 对 凉毯 对 所以做起来 用起来确实就不热 就是 你就在冷气 有冷气的时候 怕下半夜会比较凉一点 你盖着 又不会太闷 不小心 下半夜比较冷的时候 刚刚好 它还有一个平冷作用 所以这个稀释排汗 因为这几年变成一个 很夯的一个产品了 对 那如果加上竹炭 对 那是不一样 难怪我们看到有些 它是自然的调整 对 有些连床垫这些都有 说 对 主张说要竹炭 那待会回来 我们就要来问问看 是不是 这样的一个产品 很需要自己有一个 专属的专门垫 因为实在太多东西 而且里头很需要 这个去解说的成分 我们说这几年很多的 稀释排汗衫 那我们看到说有 当然皇家竹炭 当然会推出这个竹炭 竹炭的一种 这个稀释排汗这样的功能 所以你的衣服里头 我看你这几年 好像做了蛮多的 然后当然也有包括袜子 有些就比较强调功能性的 是是是 当然有很多人问我说 那你产品什么卖得最好 这有两个方向 如果说量最多的话 当然是衣服了 一个人同时买个 十件八件衣服 内裤 或者是买个 十双八双的袜子 对我们来说 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根本不算什么 消耗品 那你不可能说 一个人同时给你买个 三个五个枕头 当然他家里人多 没话讲 一个枕头可以用很久 那衣服你总是要替换 所以衣服量多 那真正的功能性的话 那你像枕头床垫 那可以提升睡眠品质的 那客人的一个肯定 就是来自我们的寝具 或者是我们的富具 因为睡眠品质不好的 你让它改善了 他当然他觉得说 我们房价主宅 确确实实实 这个产品就没有欺骗客人 那哪一种比较好赚 你这样听起来 因为人家你说 内衣这些消耗品 人家一买可能就是 这个五六件 买一打的也不为过 有的是薄力多销啦 有的是工比较多啦 其实钻的话 其实煮碳的东西 真的没有很好 不是像历任 像大家想象那么大的空间 因为毕竟都是一些手工 尤其我们要用 做一些 把这个碳力填进去的话 那真的都是手工去车缝的 是 尤其在什么样的衣服 需要探力 因为我们知道说衣服可能就是 在纺织的材料 纺织材料去做成衣服 那比较容易 那是一般的成衣的经验 就可以了 那要是做成枕头床垫 尤其床垫那么大件 对 有时候一个床垫呢 有个三五公斤 或者说七八公斤 你想想看 七八公斤 那已经十几斤的东西 要在这个车台上转来转去 那真的是很辛苦 有没有这几个人一起车啊 有这种的吗 非不得已啦 太大了 加大尺寸才有 一般定做尺寸的话 那就一个人自己去做 那也是很辛苦的 那在这方面 是不是有你们跟别人不一样的 一种门槛在啊 因为我们知道说 以前你刚刚讲说 这些车工妈妈 我不知道是不是过去 因为你过去很长时间 要做成衣嘛 是那个时候留下来的员工吗 也有 对 因为我们也还好最早期的时候呢 就是一些跟我们长期奋斗 做成衣的那些的妈妈们呢 陪我们一起成长 是 因为如果说没有大家有一个富 大家有一个好朋友的关系的话 因为真的早期要怎么做 怎么车我们都不知道 我们就设计了一大堆的什么道具 要怎么样去车啦 结果浪费了好多 大了一大堆都用不上 最后面还是回到原点 手工慢慢的去填 这才是最实际的 而且那很辛苦 很辛苦 对 这一部分可能是你比较伤脑筋的地方 如果是未来发展 因为手工的部分 有些就没有办法由机器来取代 说老实话 我们现在也慢慢的 有一些可以用机器去取代的 比如说填碳 有一些的话 我们有部分的 比较大众化的商品 是 也有一些这样子是 比较做简单的填碳 你说枕头是不是 对 像枕头床垫 基础的 但是后续还是要靠人工 把那个碳装进去 可以的话 量比较大的 比较自私化的 我们就有部分用机器去取代 那是不是护具也很需要手工 护具更是用手工 因为护具不光是你要填碳 又不能太多 太多太笨重 当然量又不能太少 要取一个中间值 用起来要有效果 又方便携带 方便带起来要轻松 所以说在护具制作 也是需要一些门槛的 台湾的这个需要护具的人 好像真的也不少 我们看到 你看那个附件诊所 人山人海 对啊 腰酸背痛了一大堆 那缺乏运动的 这个台湾更是需要检讨 所以过去 曾经有一些做附件的人 想找我们合作 结果都无疾而终了 为什么呢 他卖了我们的东西以后 他生意就 真的是 真的是这样子 所以不要找你们 让他不卖我们的东西 我卖了 那我自己就不论做 卖你的东西赚没有多少钱 那客人不回来了 是 是这样子的 我们附件用了以后 真的是可以少去 做一些基本的附件动作 是 这也蛮有意思 所以你们卖的最好的 就是衣服 然后还有护具 量最多 对 护具这些的 因为客人的话 他回来跟我们的分享 对 尤其像我们一些 新进的人员 像我们专会的小姐 刚开始进来的时候 也许大部分都半信半疑 因为难免 他没有接触过这个东西 但经过也许三个月 五个月 很多我们的老客人 回来跟他分享说 好感恩你们 我妈妈 我某某人 或者我自己 我哪些不舒服的 或者我睡眠品是不好的 用了你们的产品以后 改善这个 改善那个 我们小姐才会死心踏地的 真正的认同我们公司的产品 去好好介绍 才会更忠诚 本来只是来应征一份工作而已 我只是说你老板 我们公司的资料是怎么介绍 他就这样子介绍而已 没办法加入他自己的一个想法 他的一个真正用过的心得 那有客人跟他分享以后 他会更有信心的 不用怕说 我今天赚了没有多少钱 我是不是骗客人 有点心虚的感觉 那做了久以后 有客人来跟他分享 他会更有信心 那有信心以后 你介绍给客人的 讲出来的 那就完全就不一样了 对 您讲到这个也很重要 就是门市的销售人员 那怎么去教育他们 自己本身要有认同感 才可以推销 对 但是做你们张家小姐 应该也照理讲解也不轻松 因为你们产品很多 对 然后每一样都需要讲解 然后没买过的客人 又半信半疑了 跟他当初一样 确实是这样子 当然刚进了我们公司的小姐 很多是我们的客人 比如说他本来就有费卖东西 他是我们的客人 他用的东西 用好以后 他觉得这个产品是可以帮助别人的 他只要是把它多卖一些出去 他也是多帮几个人 他成这样的一个心 那陪我们一起成长的 所以我们的专柜小姐 以专业来说 应该来说我们同业是没有人跟得上的 因为切切实实 除了一个专业的一个知识以外 会加了真正用的使用的心得 那讲起来是比较实际的 他不用工也不行 因为产品这么多种类 随时要接受消费者的考试 那你观察其他业者 因为经过你这个十几年努力 那我们看到也有其他的业者也加入 因为台湾足迟这么多 好像不好好应用也可惜 那你观察 他们大部分都是做哪一方面的产品 跟你比较没有做的是哪一块 一般我们的同业大部分来说 都是卖一些纤维性的产品为主 衣服 衣服 袜子 当然也有人卖腹剧 他们的腹剧也是纤维的 比如说他的腰带 只是这个纤维里面 加了一些竹炭的成分而已 但是虽然说是也有基本的功能 毕竟里面竹炭的含量不高 当你相当的不舒服的时候 只是安慰性而已 你要可以改善到什么程度 消费者自己用了就会知道 当然我们的东西就是说 我们有添加了竹炭颗粒 这些用起来的感觉 就是完全是不一样了 就是我们跟同业不一样的 我们把竹炭的颗粒 结合竹炭的纤维 然后一些的结构 或者是其他的复合材料 去把每一样产品 它的功能性发挥到极致 不是说我们今天 觉得说竹炭很夯 我们才来做竹炭 这个竹炭看别人生意很好 那我也做 毕竟刚刚说过的 虽然说我们做的不是很成功 但是毕竟我们还算是领头羊 我们不能把竹炭这个招牌 把它砸了 所以我们每一样产品 都是很实在的 我看你们专攻这百货公司 那当然现在是不是有拓展 会不会想出不同的通路 因为你们也很多点 现在的店 对 大概目前来说 大概三十几家吧 当然在国外市场的拓展 也是一直我们在积极在拓展中 这近几年 当然也有一些成长 但是还是要很努力 那国内是不是三十几家 你觉得也差不多了 其实这个点不在于多了 要在于说真正的实际上 能够发挥它的效应 我们现在不求多 求专 当然我们现在要扩展到50家店 我想也很容易 也很多一些卖场 要求我们去在那边设专柜 当然我们也要考那个区域性 同一个地区 你怎么都三不入一家 总是保持一个平衡性就好了 那你比较看好哪一块的产品 有未来性 当然了 其实我们同时都要兼顾 我刚刚说过 要让消费者对我们更肯定 我们必须把我们的寝具 还有医疗器材的产品 功能性更提升 让消费者感觉起来更有效果 或者是更轻便 这是我们未来要走的方向 当然在衣服方面 我们也是走两级化 这个普遍级的产品 都这样挖着 那就没有冬天夏天 内衣裤也不用去管它冬天夏天 当然以在外卓来说 冬天要有发热的东西 像我们的主餐的刷毛背蓝 真的冬天的时候卖到缺货 真的是反应相当的好 一接触上去 很冷的时候 盖上去 几乎你还没有躺好了 就觉得它已经开始在暖了 所以说这个消费者 给我们一个肯定 因为我们把这个保暖的产品 也发表到极致了 所以说在两级方面 我们都会同时的兼顾 是 好我想 以您现在目前竹炭的量 真的也会让你 会不断地动脑筋 你们这个兄弟 大家可以集思广益 再发展出更多的一个商品 那我们也拭目以待了 谢谢你 非常谢谢宋董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